youtube 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路蒋 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是久違的上班族午餐第六集 現在是早上 我在家裡 準備要出門 最近外面超級熱 現在應該也是秋天快來了 是秋天來之前最熱的一波這樣子 那這裡也跟大家供商時間介紹一下 我平日上班都會使用的 一粒四耳的商品 是多效痰润美肌乳 我现在已经上完妆的状态了 这个是在保养的时候使用的 可以用在化妆水之后 可以当作是乳液 妆前乳跟防晒乳的功能非常的多 实际上的材质用给大家看 就像一般乳液一样 真的非常的好推 但是它又有防晒系数 这个是我最近平常上班 在化妆之前都会擦的 很清爽很舒服也不黏腻 而且擦完之后呢 肌肤也很有透明感 而且它还有淡淡的清香 擦在脸上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好 因为上班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所以呢 在上班之前的保养跟化妆 真的非常重要 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动力 我刚才是擦手臂呢 那如果说你要擦全脸的话呢 你挤的大小差不多是 日本的一元硬币那么大 其实就跟我们台币的一元硬币差不多这样子 擦完小精管在化妆之后呢 也可以避免脱妆跟起屑 我觉得还不错 有兴趣的人可以试试看 而且它这个包装啊 我觉得很时尚超级可爱 尤其是它们这个头的部分 包装品的包装设计的漂亮也是跟我们这种心理作用也是很重要 推荐给大家 好那我现在真的超不知道迟到 那我先走了 下一段应该就是吃午餐了 今天我要去吃 从来没有吃过的烧肉 再给大家看 拜拜 哈啰大家 我今天要来吃的就是 一人烧肉店 yakinic like 这家店我已经知道很久了 但是是第一次来吃 这家店呢 是标榜一个人也可以很轻松的吃的烧肉 来之前真的期待很久 久仰大名 那因为店里人真的很多的关系 我就用鹿旁白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哦 首先先给大家看菜单 菜单呢也是截取官网的 大家可以看每一份的份量都不过多 价钱CP值也很高 肉类的话可以依照自己的食量选择功课数 所以食量大和食量小的人一起吃 也不会造成对方很困扰哦 就可以约会 点完餐货看桌上 店家有提供非常多种的酱料供搭配 有清爽的酱汁还有烧味噌酱还有生酱油酱汁跟大蒜泥还有辣味酱跟柠檬汁 应该很多人是指甲柠檬汁吧 像是牛蛇之类的 我自己的话是会加大蒜泥 可以满足喜欢各种口味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贴心 那桌上也有放水杯 水也是像寿司店一样 是直接附在座位上的 直接一压就可以喝 不用每次喝完都还要另外叫店员 或是放很大的水壶在桌上占空间 是我觉得还蛮方便的一点 那桌上呢也有火的开关 常按A和B按键的话就会点火 然后可以自己调整火的大小 那餐巾纸筷子还有牙签 是放在桌子下面的抽屉 也是很省空间 因为他们主要是标榜一人烧肉嘛 所以其实位置不算是很大 但是他们就是有很多很省空间的设计 我觉得还不错 那餐巾纸呢 上面还印有店家的logo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那店家也有提供围裙 预防油脂之类的喷到衣服 日本有很多店家 包含拉面店啊 这些都会有这种一次性的围裙 大家如果之后来日本 都可以问问看店家 说不定有提供哦 那餐点准备好了之后 桌上的平板会想 说你的餐点好咯 只要去出餐柜拿就可以了 那我点的是牛肉加猪肉的 150g的定食 有白饭 150g的肉 还有紫菜汤和泡菜 我这次选的酱料是清爽的酱汁 和生酱油酱汁 再加一点大蒜泥 那接下来就开始准备烤肉咯 肉一放到烤盘上 就会滋滋作响 这个影片我把声音拿掉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那个滋滋的声音 就果然吃烤肉 最享受的时候 就是看到烤肉放到烤盘上的瞬间 那个声音就会非常的刺激食欲 那牛肉呢 吃起来很滑顺 猪肉的话吃起来有嚼劲 一口白饭一口肉真的很享受 肉跟猪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一开始是想说会不会很像 结果不会 就还蛮有层次感的 有口味上的变化 那和紫菜汤也很搭 这一餐呢 吃得非常的幸福 下午的工作又可以好好加油了 真的是每次上班 最重要的就是午餐 我们大家上班的时候 都会想午餐要吃什么 因为午餐真的会影响 一整天的工作干净 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呢 其实越来越少吃烤肉了 因为烤肉对我来说 分量太多之外也太油腻了 那焼肉雖然也有很多油脂 但是分量真的很刚好 对我来说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 一人烧肉店呢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说 日本的话 我还蛮推荐Yakinic like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人来旅行的话 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大家如果之后来日本的话 也可以去试试看哦 嗨大家 我现在已经回家卸完妆了 一整天上完班真的很累 大家回家之后应该是像这样子 那我一边保养边跟大家聊天 那这支影片呢 也是感谢伊丽丝尔的赞助 让我可以这样坐着好好休息 也跟大家聊天 最近伊丽丝尔的登场率真的很高 因为我早晚都会用 那伊丽丝尔呢 在日本被称为胶原蛋白的专家 已经连续14年都是销售第一名 品质很好 但是价格却很亲民 那在日本的小资女间呢 是很有名的轻抗老品牌 你们看我已经用掉一整瓶 痰润保湿水了 就是化妆水 那现在呢 要用第二瓶 因为我现在已经卸完妆 洗完脸的关系 其实脸就还蛮干的 看就先上一下化妆水保湿 不知道大家上完班啊 平常都会怎么保养 我的话是这里 就是会垂 就可能累吧 因为一直在看电脑嘛 所以说在保养的时候 我会尽量这样子按摩我的眼周 看化妆水质地呢 非常的清爽 上完之后皮肤的亮度 就有提高一点点 上完化妆水 整个皮肤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一天真的很喜欢保养 不含洗澡啊 洗澡后的身体保养也是超疗愈 之后再跟大家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 是痰润时空精粹 又称AI小白精 这一款呢是上完化妆水之后使用 就是精华液啊 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就有一点点就是这种小狗狗的感觉 感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在里面 但是呢它擦起来呢又不会黏 你看就是延长性很好 我自己还蛮害怕擦起来会很黏很黏的保养品 但这一款不会 擦起来很清爽 然后刚才说在擦化妆水的时候 我会按摩眼睛嘛 大家如果擦化妆水的时候 像我一样这样按摩啊 记得要选 不能马上就完全干掉的化妆水 我会在伊利斯尔的化妆水的时候 按摩眼睛是因为他们的化妆水 就是那个滋润度很够 我才会这样子按 不然如果在脸干掉的时候 这样的按摩是很容易生成皱纹的 那擦精华液的时候呢 我会像这样子 按摩脸部肌肤 因为一整天 就是真的一直看电脑的话 就是你的脸这边啊 旁边这边都会慢慢的往下垂 因为很累的关系嘛 所以回家在睡前保养前 我一定会这样子 把我的整个脸部肌肤 都这样子往上提 那按摩的时候搭精华液 也是可以帮肌肤补充营养 相补相成 那给大家看我上完精华液的皮肤 就在日本呢 其实大家都很追求 就是这种叫做水浴光机 你的脸看起来都是很有亮度碰度的 我是真的很用心在维持我的肤矿 那最后再搭配乳液 糖润保湿乳涕来锁水 那整套保养结束呢 当然就是要擦乳液 来进行最后的锁水 其实一般人对乳液的印象也都是会很黏 但是他们的这个乳液 比较水感我觉得 不会给肌肤太大的负担 所以每次在上这个乳液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疗愈 而且会这样顺便擦一下手 这样子好好擦的话 整套保养就完成了 那真的很清爽 因为现在还蛮热的关系嘛 大家上保养品的时候 应该会很讨厌那种就是 很黏啊很闷的感觉 但是伊丽丝尔这一套不会 之前也有在影片跟大家介绍过 他们擦起来呢 就真的非常的清爽舒服 尤其是乳液有让我惊艳到 因为真的是比较偏水感 有些乳液擦起来会像霜的感觉 比较厚重 但他们的乳液不会 就是水感很舒服 那包吻完之后呢 想再跟大家聊一下烧肉这件事 因为我一吃那个烧肉真的有吓到 第一次去吃YAKINIK LIKE 我说哇 一个人就可以吃了这种满足 其实真的很开心 因为一开始想要烧肉 都是会比较贵一点的印象 可是YAKINIK LIKE就是一人份 不到1000日元就可以这样吃一个 中午的套餐 觉得很划算 我觉得我之后应该会很常去 觉得还蛮好吃的 如果大家之后可以来日本的话呢 推荐大家试试看 然后最后来跟大家讲 就是现在伊利色的 他们有跟哆啦A梦合作 一起为环保议题来发生 台湾从9月1号开始 只要购买伊利色的系列商品 记得就是一定要包含补充包哦 消费满2500台币的话呢 就会赠送独家联名的环保袋 我有看照片太可爱了 舍不得开在这里开给大家看 我跟我们当时超市啊什么 都一定会携带环保袋 非常实用的赠品 那他这里呢就是有教说 环保袋要怎么打开 很可爱哆啦A梦 我很喜欢哆啦A梦耶 哆啦A梦超可爱 环保袋这里呢 还有伊利色的logo 好可爱给你们看 而且他这个环保袋啊 不是很薄的材质耶 就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超可爱的 而且一般的环保袋啊 不是这样子一个袋子吗 他里面还有这个 做成像任意门的这个 是内侧口袋 就可以放钱包啊钥匙啊 就是很方便带出门 天哪超可爱 这个我还没有拿给文档看 文档看到时候一定会很高兴 因为文档每次就是 去车站接我回家的时候 他都一定会放环保袋在他的包包里面 又给他多了一个新的选项 那大家要记得 购买满2500台币的话呢 一定要包含补充包 像我这样子 就是把它整个用完呢 就可以直接买化妆水的补充包 这样加进去很方便 好那谢谢大家今天陪我吃午餐 又陪我保养 不知道大家在疲惫的一天 跟最后的包含程序是怎么样 如果在考虑新的包含品呢 真的推荐给大家 伊利斯尔 很好住手之外呢 品质也很不错 尤其是我最爱的 AI小白金 就是精华液 精华液真的很重要 有没有完全整个包含程序 会事半功倍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购买这一瓶 伊利斯尔的AI小白金 那在以下这些通路的都可以购买 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看一下 那就谢谢大家看这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